最荒唐的說 我們這早就決定了 逐條逐項審查 那我請問你 前個禮拜你們擋什麼 上個禮拜三十秒鐘 在廁所旁邊宣讀立法院院會 你們急什麼 對不對 不必細皮笑臉 不必在那邊裝可愛 但是國民黨你在想什麼 這些學生不過就是想 跟你總統說 說不定學生也沒有辦法 把他的要求 頂固他的身體 他如果不能呼吸的話 誰會支持他 有哪個民眾會支持他 所以說像學生只是說 總統 如果你聽不到別人的聲音 我們這麼大的動作 你該看得到了嗎 你看得到以後 你又請哪一個人 來跟我們談過 佳英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佳英華到現場去 你把自己當作神嗎 為朝野協商 真的能夠現在 在這個狀況下 真的能夠化解這個狀態嗎 不行嗎 我不是說不行 但是我們會有疑問 如果朝野協商還是在 黨紀沒有鬆綁的狀況下 那能談出什麼結果 我好奇 我不是說不行 那我們學生有拋出一個 全民的公民憲政會議 能不能擴大參與呢 我不是說我們一定要所有學生 在那邊四萬人 大家都一人一句話來講話 那我們可不可能派代表 然後我們一起來做 有民意 有民間團體 然後有立法委員 我們實質上聽到人民聲音 這有沒有可能 OK 要是 這個他剛才已經講了一部分 多少個產業團體表達態度 怎麼叫平白無故地去講說沒有人反對呢 哪一個 哪一個 所以 我非常願意溝通 哪一個產業工會出來就說 所以 我反不貌 你只要講一個 對 第二點 民進黨有方案 蠻久沒看過對不對 我到現在為止沒有 是不是一個 黃老兄 你把你們那個一本 豪明 豪明的印刷工會 他們不反對 豪明的聲音我聽到了 但是印刷工會請出來講說 我跟豪明的想法一模一樣 我反對不貌 有一些產業 老實說還是懼怕政府的權利 不要這樣子講 我跟你講 這種方式 我覺得在我們這種談論的空間 我們學生都佔領立法院了 我們還在說會懼怕政府 就不敢講話 這個講話後面太空洞了一點 不是 誰講空洞話呀 蠻久 記者會還講利大於弊 我們就問他利在哪 不知道 利在哪 不知道 所以利大於弊 你這個叫做誰講廢話呀 他講了三個月的利大於弊 到現在政府 一個一張片子之字都沒有 利在哪 弊都沒有 你叫人家反對 我問你 你會影響過什麼 你就說你機密不能講 我怎麼會反對你啊 我反對你什麼 每個財源國都反對你 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夠清楚了吧 他剛剛講來不清楚 所有的人都問你 怎麼談 我因為有學生寫這個論 我其他局檔資料 誰談的 清單是清單誰提的 你要讓這個財 你不是說有利有弊嗎 你為什麼選擇我這個當弊 就是說對我不好的 你同意 那誰提的呢 那我們要知道原由 你不是說後來要補償我們嗎 那那個誰算的 有嗎 然後開個記者會 利大於弊 真漂亮啊 我跟你換部車子 利大於弊 我什麼都不講 你給我換不換 天底下有這樣的騙老百姓 還說人家空犯 你看民進黨的利弊 一本書都有了 你經濟部有嗎 拿出來啊 財政部有嗎 商業私有嗎 馬英九講利大於弊的時候 有任何一個根據嗎 算了 我還是很簡單的講 當然這些條文 或者說這些品項 當然我不是對產業 每個產業都了解的 那是不是利大於弊 我想馬英九 或者說你執政當局 他當然有他沒有 如果弊大於利 他當然就不會通過這個案子 他今天會把這個案子 端上檯面 他的基礎 當然認為利大於弊 那最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了一些產業工會 不管他們公開的表達 或者登廣告 他認為這個對他是有利的 他希望 那我沒有看到 就是說具體的產業工會 出來講說這個東西 對我有極大的弊 所以我反對 當然也很可能會有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 你聽聽看你講的嘛 不講內容 你可以允許政府獎勵大於弊 你覺得這個叫做我們要的民主啊 談判前不准問 不准講 現在談判後咯 要通過了 不能審 不能改 問他整個過程 叫機密 他這裡就是蠻有藥的民主啊 老百姓哪一個可以允許這種專制獨三 你還允許說 因為政府一定有人得利的 所以無所謂 有我們藍軍的人講說 靠那個懶人包就要這樣反服貌 我就講了 你連說服人家的懶人包 你都不做 你就懶 就是說 有人講說你到底在反什麼 你不知道在反什麼 我就是不知道才要反 所以委員 本黨要檢討的部分在這裡 你怎麼算反過來了 委員我坦白講 委員 委員 我跟你講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再出交成他 行政員後來也有出藍人包 我要告訴你 為什麼造成這樣的結果了以後 造成這樣的結果以後 你再來說這些 其實我認為有一點蠻憨 再來一個就是 好像我們之前有一個什麼 什麼經濟動能 什麼推生方案 反正講到 那個廣告多有名啊 反正不要講那麼多 那個廣告在我們節目裡面 播了多少次啊 大家到現在也不知道 講了你也不懂 他講的 他說講了你也不懂啊 我的意思是說 馬總統也許他連藍人包也沒看過 那他聽到的幕僚再去講 委員你剛剛問了誰去談的 馬總統也不知道誰去談的 不可能吧 這個就 馬總統怎麼可能不知道誰去談的 主談人喔 不是說去簽喔 不可能啊 主談細項 因為 天下黨只把那生業師的那18個代 那個 中華民國有一半產業師 老師 你這次馬英九不會比我淺嘛 那當然 你認為他會去了解 那18人談哪一個產業師 可是他至少 不可能啊 所以他聽到幕僚告訴他 力大於弊 他就一直跟你力大於弊 那你問他說力在哪裡 他不知道 我倒是覺得這樣喔 不管總統他獲得資訊 對與不對或有沒有偏頗 你一直認為是力大於弊 可是當你看到 學生公在立法院之後 昨天又在行政院 產生這麼大的衝突 當台灣因為這個福報 而引起這麼大的震盪 民心不安定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思索 這個福報這樣通過 是對嗎 你是不是應該再回到原點 說民眾為什麼不相信我講的話 學生為什麼不接受我的事情 昨天為什麼採用這麼大的衝突 你不要一直告訴民眾 這對你是好的 你所謂的原點是 原點就是說 孩子如果今天他要結婚 你不要說這個男的不好 我一定要幫你找一個好的上風 最後也許他很幸福 但他怪你 沒讓我有更多選擇機會 我覺得馬上就不要再扮演嚴復的角色 你讓孩子有一個自己選擇機會 今天孩子用這麼激烈的方式 已經表達他對這事情的不信任或不滿 可是我交給你們去做選擇 萬一你們不過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民主最好的地方 因為我們不要最聰明的人 這件事情六月以前又過 所以就他的一字不改 限期通過 這個八個字可以彈現 因為昨天發生這麼大的衝突 台灣真的很大的震盪 我是希望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再扮演嚴復矯正 我幫你安排的所有的人生的大事 都是對的 六月以前要過是聯合國規定的 我公司搞不清楚了 他連老百姓學生也不說明 什麼叫利 什麼叫弊利 我唯一說總統你不要覺得說 因為你在講六月要過 最後可能因為定格期間不能過 但你今天用一個最開懷的心態 搞不好過 最後六月就過 24條而已 我多了而已了 24條而已差不多了 OK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有什麼要講 我講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一直強調利大於弊 就算今天服貿真的利大於弊 好了 對於弊就是那些受害的產業 要不要給予協助 我覺得這是政府本來的功能 這是政府本來的功能 但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突顯出 現在的執政 不要說執政黨 好像有點不公平 我說現在的政府 他們都 我已經每次都要強調 經濟發展不是一個治國萬靈丹 我們不能每次每一個東西要過 就是說這對經濟發展有利 GDP會上升幾% GDP數字上的增長 對於台灣人民 到底有沒有過幸福生活 我覺得GDP在上升 我覺得我沒有過得比較幸福 鄭總學 今天魏陽被升壓對不對 當然升壓最後會不會過 你要看最後 地院要看所有的證據或什麼 但是他是在學生運動的過程當中 好像第一個被升壓的人 對 OK 那我的意思是說 包括昨天行政院的這一帳 然後接下來魏陽被升壓 對於你們所有的同學 會不會有一種 覺得有點惶惶不可終日 就搞不好接下來 你們也會面臨到 有沒有這樣 因為我要講的是 你們會碰到這種感覺 陳委員 立委 他們也會碰到這種感覺 他剛才講 商榮也講說 社會大眾會不會弥漫 另外一種恐怖的感覺 怎麼這件事情 會變得大家都覺得恐怖 有這種感覺 你們會嗎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個 唐先生有說 就是很多人感到很恐懼 可是我覺得這恐懼感 絕對不是來自於學生 大家感到恐懼感 應該是來自於 就我今天也划了一下臉書 大家恐懼感應該是來自於 為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學生被那麼粗暴對待 然後學生還被起訴 我覺得對我們這些 現在在議事廳裡面的人 或是現在在外面靜坐的人 我們也感到非常恐懼 我們會不會被用 同樣的方式來對待 那我覺得 這 我不要說他是白色恐怖好了 這樣講有點太 就是幫他扣帽子 可是我真的認為 如果我們今天 就我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我在展現民意 可是你要用這麼大的公權力 衛陽被起訴的事情 就 他沒有被起訴 他被深壓 對 他被深壓這件事情 還不見人會被起訴 對 還不見人被被起訴 他被深壓這件事情 就展現了國家權力 國家機器實施 會有很大很大的權力 他是可以組織我們的 因為他是公權力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不會說學生是絕對的弱勢 可是我必須說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除了人數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件事情 你學生真的除了人數 什麼都沒有 相對來講 政府的權力很大 我認為有消耗掉一點點 大家對他的支持 因為台灣這麼多的人 同學們 你上三萬人五萬人上去 你還是要另外的人給你支持 不管在家裡給你加油打氣 還是送物資 都是一種支持的表現 整個關鍵就在馬總統身上 有幾大身為一個總統 那麼大的學運 那麼多的學生走上街頭 難道一個總統視而不見嗎 總統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擬憑這些學生他們的疑惑 總統有很多的權力 可以透過跟學生的溝通交流 聽聽他們的意見 然後想出解決的辦法 他們的訴求是公共議題 沒有絲毫的任何情緒在裡面 他們思考的是世代正義 我剛剛講過 所以總統主要原理出面 約束他的國民黨的黨團 這個事情沒有不可結的 所以我們是支持 學生如果去向抗爭 我覺得我們應該呼籲 全民都在支持他們 馬英九為什麼 可以收到民眾支持的地方 連這一點點 這麼卑微的請求 如果包括今天 在立法院問說 到底誰去簽的 是什麼時候簽的 都不能講 機密的話 我們所瞭解 全世界的簽 這個合約 談判的團體 都要公開名單了 因為什麼 怕你有利益輸送 OK 我最後只是給學生一點鼓勵 就是運動是一個漫長 很殘酷的等待 萬一你不斷的被冷落 被忽視 但你還是要堅定 因為那是一種成長的過程 OK 好 那這件事情一定要解決 只不過解決的方式 到底會是怎麼樣 要由馬車龍這個地方 是住宅來解決 還是孩子這個地方 要去做什麼樣的調整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非常謝謝觀眾的收看 接下來請鎖定新聞 追追追